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10月14日出具最新预估报告 预测台湾2022年人均GDP将由33,140美元 约合新台币105.6万元成长到35,510美元 约合新台币113.2万元首次超过日本 也是2003年以来首次超过韩国成为东亚第一 此消息一出大陆网友坐不住了 纷纷发帖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一次台湾真的是No.1了 酸死我了 这翻译真够犀利的小周都想不出这样的汉语 言归正传 台湾人均GDP为何能够如此神速 5年之内从25,080美元 一下子上升到了35,000美元左右呢 难道日元贬值23%和韩元的11% 比台币贬值速度还要快 还是台湾成长动能已产生了结构性的翻转 我想这两者都应该有吧 美元升值是挺狠的 但是台币的波动明显要小于日元和韩元 国发会表示 台湾拿下东亚第一 除了经济基本面良好使得汇率相对于日韩更为平稳之外 经济的韧性较强也是原因之一 而其中三季度最强的还是半导体 台积电今年的第三季度营收 已经超过了韩国的三星电子和美国的英特尔 稳居全球半导体龙头厂的宝座 除此之外 台厂也在专业委外封测代工厂 OSAT中拿下全球大半市场遥遥领先韩厂 主要原因就是这些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产业配套辅助 才让台币稳得住 大陆网友们看到这样的消息真的是坐不住啊 不是台湾都不行了吗 怎么人均GDP还能领先东亚呢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不相信这样的数字 这些统计者也是看到美元汇率波动才有这么统计的吧 问题是人家台湾美元汇率没有波动这么大的时候 也照样统计啊 看看台湾这五年的增长速度 主要原因不是汇率还是成长动能 有的网友挺狠辣的 直中要害 弄出了一串台湾的企业给你看 网友没啥好说的 怼得不轻啊 就算是真的 你也不能到处说 你又开始加戏了 这就高潮 像当年东南亚某省GDP就相当于全国的四分之一 那岂不是要爽得死去活来 别发了别发了 吼吼吼吐吐不高兴了 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 总之台湾公司摆在面前的时候也不去查查 就是不让说 心里发虚啊 人家列出了这么多企业 说实话不是所有的成长率都很高 稍微有点常识就能知道 但被台湾的增长速度和上市公司给震住了 小周分析为何大陆部分网友不相信台湾的人均GDP这么高 最主要的原因是信息差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台湾里应该人均比不过韩国日本 没想到才几年就这么追上来了 而且小周告诉大家 台湾不仅仅只是追上 而是要超越日本的高点44000美元的人均GDP 厉害吧 当然了 这难度还是不小的 要看未来的成长动能如何 因为这同样面临很大的压力 作为成长动能的扛把子 半导体产业也面临三大挑战 一个是产业经历了超级景气循环周期以后 开始向下调整 这考验着供应链者的应变能力 比如国际关系和国际市场发生变化 诸如台积电这样的企业反应如何 判断如何 第二个是美中两强对峙 可以预见美国对中国围堵 打击力道持续增强 同时美国还会遏制各供应地 要求合力围堵中国 导致业者的经营弹性被限缩 空间非常重要 看台湾厂商如何利用吧 第三 疫情过后 各国都日益重视供应链的韧性 加上两岸局势紧绷 各国会希望台湾分散半导体生产基地 不要过度集中 这类压力未来会越来越大 但根据小周的了解 台湾的半导体供应和韧性有独特支持 普通人根本摸不到人家的精髓 在总体经济层面全球放缓的时候 台湾是一种A模式 我们统称为主动求编的模式吧 具体就不展开了 一句话未雨绸缪 变化多端 所以大陆人猜是猜不透的 猜不透可以怼 总之怼得心里舒服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逻辑 那一个原引用的数据来源在哪 IMF官网没找到 经济展望预测里也没有提到台湾 No.1需要数据 台湾人均GDP是很高 但人均收入却不高 并且大学毕业生收入和中国大部分二线城市差不多 与日韩都有不小的差距 为什么呢 产业结构的问题 我就想 前两个月天天狗一样的叫嚣 台湾疫情死了多少多少人 台湾社会即将崩溃 言之凿凿的 那包脑残 能不能出来看清楚 一个崩溃的地区 一个被死亡笼罩的悲惨地区 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果呢 一个如此看衰的地方 难道不是应该经济完全倒退吗 小周想说 怼怼是不是感觉舒服点呢 但是最后这位网友的不解 我们目前无法答疑解惑 因为这种事无解的言论 网友都是话里有话 你很难搞清楚人家的意思 人家到底是讽刺别人呢 还是发出疑问呢 所以大家看看 了解一下情况就行了 证明了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 新加坡 台湾 马来西亚 北美华人 香港 澳门 都证明了一个事实 我们的民族人种 没问题 是优秀的 同样的 新加坡 台湾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华人 香港 澳门 证明了我们的文化 也没有问题 儒家文化圈 是可以进步的 是包容的 至于我们 我想请问 这样的评论 是不是什么都 往自己身上揽呢 虽然潜台词 我个人认为 可能会有批判性 但不是每一个 黄皮肤 黑眼睛的人 都具备 特别优秀的基因 要看在哪里 做什么事情 价值观是怎样的 否则 即使赚了钱 我们也不欣赏 为什么不能祝福台湾呢 这是好事 难得看到一个 大气的网友 心胸宽广 确实是这样的 谁富裕了 我们都要祝福和高兴 因为大家 同属于一个地球 如果一个人 看别人好了 总感觉是酸酸的 眼睛红红的 那这个人的心理 很难平衡 世界人民是一家 我们应该 学会祝福每一个人 所以小周 看了这么多评论 都不需要特别筛选 就能大概知道 个别网友们 是什么心态了 台企 基本上都是外资控股 尤其是美资 所以 做账普遍 就是把利润 做到岛外 所以台湾的GDP数字 是好看 政府的税收 收不上来 税源被阉割 还有人这么兴奋 也是很迷 祝台湾 继续低税吧 反正 受益的又不是台湾人 看看前几年 两岸旅行热闹的时候 台湾人说的都是 大陆来台的 有钱 使劲宰客 如果台湾的低税 真的都是藏富于民 岂是如此 藏富于民 是做不到的了 被美爹刮地皮 是刮到18层地狱了 小周分享这些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目前 逻辑 就是这么个逻辑 网络生态 就是这样的 多数都是这种调性 很难改变 我想 只能交给时间了 我们想要扭转大家的思想 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太难了 好了 本期 我就跟大家聊这些 咱们下期 不见不散